今天要讲一下如何看肝功能验血报告 其实不是难得那么紧要 前提大家要起码理解基本肝的生理学 看完这条片之后 下次去验血 自己都会看得明白肝功能报告代表什么 首先肝功能不是一样 它是包括一系列的 不是一样 我们逐一讲 第一件事就比较上粗糙一点 就是复杂一点就是胆红素 胆红素你就要一点理解了肝脏的新层内蔬才行 胆红素这件事 Billy Rubin就是由血红素来的 血红素变胆红素 血红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红血球里面 帮助我们把氧气的分子带到身体的重要器官 那个蛋白质叫做Hemoglobin的血红素 那些红血球老化了之后 那红血球会死亡了 那血红素就会转化成为一些不要的产品 就叫做Billy Rubin 就是胆红素 肝的细胞就会把这些胆红素转化成为一些容易排走的 就是说水溶性 至于本身它就不溶在水里面 经过肝脏细胞的处理之后 它就会溶在水里面 就容易排走 肝处理了这些胆红素之后 这些胆红素就会去到胆汁那里 胆汁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也吃得比较脂肪高的东西的时候 胆囊就会收缩地擠胆汁出来 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的 胆汁里面的Billy Rubin 和食物就会经过腸的细胀作用 就会变成啡色 我之前也有一集说过 食物本身消化了之后 就像玩陶土的涂泥灰灰白白的颜色 为何大便啡色呢 主要就是胆汁里面的Billy Rubin 胆红素经过腸胃的作用 才会变成啡色 什么情况之下胆红素会升得很高呢 胆红素升高 第一就是如果很短时间之外 很多红血球都老死了 就会释放大量的血红素出来 血红素就会变成啡物 就会产生很多的胆红素出来 比如什么呢 比如说药质 药质那些寄生虫就会破坏那些红血球 令到红血球爆了 大量的血红素就会转成肺物 变成这个胆红素 胆红素就升高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肝有事 比如肝的细胞出了问题 不能够处理血红素的肺物 那些不溶在水里面 即未经处理的胆红素就太多 肝就没办法将它变成溶在水里面的胆红素 血液里面的胆红素也会升高 就算肝是正常的 比如说胆管失了 那些经过处理的胆红素 不能够经过胆管流入腸里帮助消化 面膝在胆管内经过血液吸收 都会令到胆红素升高 简单说 如果血液有问题 令到红血球大量死亡 那又会令到胆红素升高 肝本身的病就是肝细胞有问题 比如肝炎那些 也会令到胆红素升高 再者如果胆管失了 失了它可以是胆石 也可以胆管有肿瘤 这个比较少见的 但是偶然都有 胆管有肿瘤 失了 又会令到胆红素升高 讲完胆红素 我们讲肝酵素 肝酵素有几种 我们分两种两种来说 第一组就是ALT和AST这两种 肝细胞里面的含量是很高 血里面的量就很低 因为所有都在肝细胞里面 如果你的肝有事 肝细胞受破坏 比如肝炎 或者你吃了些药 是伤肝的肝细胞死亡 又会将这些酵素 大量释放出来的血液里面 那它又会升高 ALT或者AST 就验血的报告里面升高很多 通常都是代表肝里面 就受了一些伤害 原因包括肝炎 或者可能吃了些药 是伤了肝 破坏了肝才会这样的 另外一组的肝酵素 就是ALP和Gamma GT 我们首先讲ALP ALP不单止在肝肝里面有 正确点说它在胆管里面 就是ALP 除了胆管之外 ALP在骨头里面都有 所以ALP如果上升了的话 它可以是胆管那些有问题 亦都可以是骨头有问题 只是看它有时就很难分辨的 那我们怎样看呢 其实我们看另一个就是Gamma GT Gamma GT 主要在胆管里面 即是胆管里面 所以我们通常一起看 如果ALP升高了 Gamma GT升高了 通常就代表胆管有些问题 譬如有些胆石塞住了 ALP和Gamma GT都会一起升高 如果ALP升高了 Gamma GT 即是胆管里面的Gamma GT 又没有升高的话 通常就代表骨头有事 譬如有些人有些癌症 转移了 去了骨头那里 ALP就会无端端升高 最后一样肝功能 经常会查就是Albumin Albumin就是血液里面的一种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很多时候 就会带着一些物质 就像坐巴士那样 即是有个运送 运输其他物质的功能 这个Albumin就在肝里做出来 即是如果Albumin 突然间低得很紧要的话 就代表肝细胞出了一些问题 通常都是代表一些严重肝的问题 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肝细胞破坏到一个地步 就不能够做足够的Albumin 好 今天就很简单介绍了肝功能 当然如果你说很多样东西都有些变化 也不是那么容易interpret 这些时候当然就要请教你的医生 好 今天讲到这里先 那我的新书就已经在香港各大书店都有售了 尘品 商务 三联 和中华书局都有得买 HKTV Mall也都有 澳门的朋友可能要迟一步才能买到 不过如果澳门也有三联书店 那你如果想买书可以和澳门的三联书店订定书 海外的网友比如加拿大 加拿大也都有三联书店 如果加拿大的网友也可以和三联书店订定书 至于其他的网友可以经过香港书城的网站 网上订购寄去你的国家 这本书里面包含很多很有用的 比如中老年人的慢性病的处理 一些常识 亦有一些抑鬱症 情绪病 甚至丧親应该如何处理如何面对资讯 亦都有相当好关于濕疹如何自我处理的方法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买定本在家做个参考也很有用 好 今天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 记住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